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林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 2,43分 加权指数收盘跌75点 那突然间 一个急刹 原本一早, 行情很平稳 到了十二点,在吃饭时 吃到一碗特别的行情就放下去 很快速最多跌了97点 收盘跌75点 到底有怎么样利空 让今天台北股市杀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消息 就是本来大家都没信心了嘛 对不对 所以行情一直 全球股市在冲 我们一直僵住 后来开始有人杀盘之后 一个杀两个杀 最后大家跟着一起杀 就变成恐慌心理的多杀多 今天就是这样造成的 你看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还是不错啊 澳洲还是涨了0.4% 南韩今天还是收平盘 没有像我们一样狂跌下去 今天有被我们影响到的是日经 你看日经原本今天涨了400多点 可是在台北股市杀盘的时候 把他给拉下水 可是他最后还是回到平盘收 你看香港就没有什么影响到 被我们拖累一下 又上来了 大陆股市下午盘一开完之后 下午盘一开盘之后 你看一路大涨上去创新高 所以说台北股市 你要说一个人如果没信心 疑心生暗鬼 疑心生暗鬼 你心里面随时担心有鬼 你早晚会看到鬼 所以没有信心的赶快去收金 会保险去收金收拾的 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 为大家办了一场台北厂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两点台北厂的讲座 我来告诉你们 主力炒股的悬股法 主力炒股的悬股法 人会赴白金股票 为什么炒这只 为什么炒那只 一定有它的方法 这是极机密集的 你如果在这个市场上面 你没有个二十年三十年的经验 你根本不懂 我在这个市场已经有三十年的经验 光是投雇 我民国八三年进投雇 光是投雇当分析师代会员 都二十三年了 所以我知道 我把这套选股的密集教你 这样你就知道 你接下来会炒什么股票 人家要插什么沟票 一定有它的原因 我把这个选股法来教你 所以这是一趟 这是一个属于教学式讲座的课程 报名来听 报名来哦 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涨沙下来 我个人觉得是好事啊 为什么是好事 正好把一些涨高的股票 筹码起出来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拨的股票 今天大跌的股票 几乎都怎么样 几乎都是最近涨太高的股票 都是起太高 不然就是 数字业绩很烂的 对 这个业绩很烂又炒很高 业绩很烂的 对 GIS也是炒高之后开始撤退 晶电给你跌停啊 今天大跌股票几乎都是怎么样 都是涨高的 都是起前高的股票 月峰 浩欣 最均表官的股票 又华都是这类似的股票 都是涨高的股票 零通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涨高的股票我就不要了 亏损的 业绩烂的投机的我也不要 你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嘛 对不对 今天这种回马腔 这是专门在杀涨高的股票 你看零通 我们强棒初期推荐完之后 三天拨28% 我在礼拜二时候就跟大家讲了 不要再堆啊 太高了 今天是不是大跌8%了 今天是大跌8%了 我在拜里这边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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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 3698的隆达也是 我们强棒初期推荐完之后 连标三天 三天起23%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 隆达净值22块 股价在18块19块可以做 来到22块以上就不用算了 业绩又不是多好 它只是补涨型的股票而已 离净值远的股票 你看隆达10月份的营收 还是衰退的 隆达10月份营收还是衰退的 前三季了不起随意两平而已 所以觉得股票来到净值以上就不用算了 所以在礼拜二礼拜三 也是告诉你们隆达可以出了 我有叫你买吗 今天隆达是不是下来了 有没有提醒你要卖 2448经店也是啊 给你跌停啊 30炒到60 我也是跟大家讲啊 今年业绩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第三季就算赚钱全年了不起两块钱而已嘛 两块钱的股票差到20块也过头了啦 水晶店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不要再堆啊 对不对 LED最赚钱是哪一支 这间嘛 今天虽然一光有压下来 压下来是好机会 LED里面最赚钱的公司 一年都摊了4块5块 高级股价被其他公司拖累 从160压到剩40几块钱 所以赚钱的公司完全没有涨到 完全没去掉 那这就是好机会啊 我们47块半买的 诶 冲到52 那压回来呢 正好是减便货的机会嘛 正好减便货的时机嘛 所以给你行情打下来 是给你挖赚钱的时机 那你不要买错哦 去买那种已经涨很高的 正好跟人家换手 这样就不对 你要买类似像义光这种 底部刚开始 压回来快捂去 要买这种国庙可以 义光就是很典型的 对 6278也是啊 台表科 今天小压回 今天不买而已 第三季一块钱 四年来最好的一季 你看股价 也是从93块 跌到剩下二十几块 这种股票就是 底部的股票 减少一块 都会是机会 美股净值 这里关掉 所以这种股票最安全啊 中股票最安全 所以行情并不进来说 跌个七十五点 就全军覆没 也没有也不是 对吧 你看六四六二 神盾 人也大气啊 神盾之前在三百之上 我跟大家讲 不要追了 三百太贵了 你看跌这么深 跌这么深 那跌这么深之后 昨天财报发布 就举起来啊 对不对 所以底部股就是安全嘛 涨高股就是危险嘛 就这么简单而已嘛 对不对 倒下就不要算嘛 是不是这样 你看我们今天强胖出局 跟大家分享 二九二九的浩帝 今天大涨啊 开高之后最多涨到快六趴 受盘的时候也涨了快四趴 浩帝昨天发布第三季财报 第三季财报 三点一二 哦 这受益真好 有多好你知道吗 三点一二 如果说以一季三点一二 那一年也有十二块 还是这探钱的空息啊 你知道三点一二这个数字是 涛帝上市以来最好的第三季 最好的第三季 你知道涛帝本来是做成一的嘛 对不对 大陆前十大成一品牌嘛 同装的品牌嘛 大陆的二胎化 同装本来就是优势 更何况它是品牌路线前十大 那第三季的获利 是历年来最赚钱的第三季 每年第四季都是它最赚钱的时机 旺季 所以当地几乎第四季 起码都贷了五块钱 那今年前三季就已经赚了九块四了 那全年十四块就有了嘛 至少赚个十四块钱嘛 你看这家公司多赚钱啊 今年能够赚到十四块钱以上 又是获利高峰 股价250跌到只有100块而已 这样有效吗 在碳金的工期 股价好像真的有效 这个刚开始而已哦 这多开始而已哦 今天两刀啊 黄金交易刚出现哦 这个股票也不是说买这么大半的打下去 就是拉高收而已 所以你要买就要买这样的股票 底部的基油股 六月三九历程啊 今天有被压下来 没多啦 一块而已啦 一点八 才一趴而已嘛 历程昨天发布十月份的营收 又是历史次高 一样在历史高峰的边缘 这道股票也随时还有充的股票 三个六零威刚 今天很可惜 被麦威给压了下来 没差啦 好事多磨嘛 昨天发布第三季的财报 前三季八块三 那么今年全年十块钱 至少一定有 跑不掉了 本元比才多少 才八倍多而已 今天是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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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 可是随时九十块钱站稳 还是会出去的 随时九十块钱站稳 还是会出去的 今天最高得到九十一块三 前面这个高点 九十点九 所以随时九十一口站起 人也会出去的 大盘现在北一比十七倍 威刚北一比九倍 挨了一抠 获利又是最顶尖的 所以我的减股票不是欧白减 我挑的股票都是本质最好的 北一比很低在底部的 来礼拜六讲座 礼拜六下午两点台北上的讲座 我要跟大家谈主力炒股的悬股法 这是极机密的东西 一般你外面听不到 我准备了二十份的讲义 那个讲义你外面也买不到的 二十份送完为止 二十份送完为止 打架进来预约报名 今天一个回马枪跌75点 好事 因为每个人炒股票 每个人投资股票 就是这笔钱而已 主力也是你也是 当主力从涨高的股票资金退出来 它会转到下一只底部的股票 这个就是多头市场好玩的地方 生生不息一般接一般 接下来人家会炒什么股票 你要知道 我来教你这个东西 主力炒股的悬股法 二十份讲义送完为止 打架进来报名 那如果你没办法来的 或者其他县市的 那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赚钱 现在你只要一个月费用 只要出一个月费用 跟你们一起 我们大赚到农历年 平均一天一天 便宜大家进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